哈囉,我是物語關檔,歡迎收看 NICE QUOTE PLUS! 我跟你說,如果你有在彈鋼琴,但是你是那種沒有五線譜就完全不會彈, 也完全不會即興,也不會看和弦代號配伴奏的人, 你真的真的真的應該從今天就開始練即興,讓我來跟你說為什麼。 我相信很多從小學古典音樂的人,聽到即興這兩個字,不外乎會有以下這兩種想法吧? 一個可能就是,即興太難了吧,超難的,我應該不會吧? 另外一個是,即興不是爵士音樂家在做的事情嗎?跟我們談古典的沒有關係吧? 跟你們老師說,以前的我也是那種死都不敢即興, 然後沒有樂譜就什麼都不會彈的那種古典的人。 但是在我三十幾年來玩音樂的過程中,我真的有越來越體會到即興的樂趣, 以及即興對於每個音樂人來說的重要性。 根據維基百科上面的定義,即興的意思就是在沒有任何事先規劃的情形之下, 利用任何你可以找到的東西來進行活動或是創造。 根據這個定義,其實你早就在即興了,你爸爸媽媽全家每天時時刻刻都在即興。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發生的絕大部分的事情都是沒有辦法事先規劃的嘛。 假設你今天早上跟朋友去早餐店好了,然後你吃到一個很好吃的蛋餅, 然後你就脫口而出,哦哇這個蛋餅好好吃哦! 那這個講話的行為本身就是一個即興。 因為如果你是一個正常人的話,你應該不會在出門之前先偷偷對鏡子練習, 說事先想好等一下蛋餅好吃的話我要講什麼呢? 蛋餅不好吃的話我要講什麼呢?你不會這樣嘛對不對? 你就是使用當下可以找到的東西,例如說就是蛋餅啊,你的感受啊, 以及你頭腦中的相關的詞彙來組成並且講出一句話。 一個古典音樂人會有了害怕即興的理由就是,我沒有靈感,我真的不知道要談什麼。 那我是覺得克服這種恐懼的秘訣,就是要了解說,即興並不是隨便亂談,也沒有要你無中生有。 其實大部分的即興都是有目的、有一個場合或是有範圍的。 像是剛才我們說的那個吃到好吃蛋餅的例子, 你吃到蛋餅之後講出的那句話並不是真正的無中生有,也不是完全隨機的。 那事實上你要講出說,哇這個蛋餅好好吃喔,這句話所需要的重要資訊都已經決定好了, 所以你並不需要有太多的靈感啊,你只需要運用你從小到大學過中文的經驗, 你把蛋餅跟好吃這兩個概念去組成成一句話而已。 例如說除了,哇這個蛋餅好好吃喔之外,我也可以說,哦這個蛋餅可以喔! 或者是說,哦這個是我今年吃過最好吃的蛋餅! 或者你也可以說,噢他媽這蛋餅太屌了吧! 那在音樂上也是一樣的道理啦,那大部分需要即興的時候, 最重要的資訊通常都已經決定好了,一般人最常遇到的即興情況不外乎就是以下這兩種, 一個就是合聲進行已經固定了,然後你要即興solo一個旋律,這個是最常見的爵士音樂的情況。 那另外一個就是看和弦代號,即興彈雙手伴奏來自彈自唱或是幫別人伴奏, 那這個就是流行音樂當中很需要的能力。 所以即興當然需要一點靈感啦,但是也許也沒有如你想像中的需要那麼多的靈感, 那你只要運用從小到大學過音樂的經驗,那你根據當時的情境或者是當時的限制,組合成一段音樂就可以了。 那既然我們生活當中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是即興,那根據這個邏輯, 你也可以說歷史上所有的音樂作品,也都只是作曲家把他頭腦裡面的即興記錄下來而已。 那事實上很多偉大的古典音樂家都是即興好手喔,像是李斯特在他自己的鋼琴讀奏會裡面, 除了會演出他自己寫的曲子之外,也會表演把別人的曲子或是觀眾出題的旋律做即興改變。 莫扎特在他的第38號交響曲的首演音樂會的最後,還彈了半小時,半小時喔的鋼琴即興當作安口曲。 那貝多芬甚至還接受了另外一個德國作曲家,Daniel Steibelt,提出的即興鬥琴挑戰。 當然不出所料的,即興能力超強的貝多芬是狠狠地羞辱了對手一頓。 如果你有在聽古典音樂,應該也會知道以前的邪奏曲,常常在快版樂章快要靠近結尾的時候,會預留一個即興段落,叫做Cadenza,台灣會翻成裝飾奏。 那在邪奏曲的裝飾奏裡面,整個管弦樂團就會停下來,就只留下獨奏者一個人solo。 然後這個獨奏者想要幹嘛,就可以幹嘛,他要即興多久都可以,也完全沒有什麼和弦曲是什麼樣的限制。 但是可能因為後來太多人不知道協奏曲這段Cadenza 到底要怎麼弄,所以很多作曲家就開始把自己的即興直接給他寫到譜上面去, 就養成了後面的人直接照著譜談不即興的習慣了。 現在的古典音樂教育幾乎已經完全沒有在管即興能力了,我從小念音樂班、音樂系一直到碩士畢業, 我們的學校完全沒有一堂課是在教你即興的,可能只有非常非常少數的人,就是有選修爵士音樂的人會上到即興課程而已。 但是我覺得,以現在的音樂市場來說,即興應該會重新變得很重要。 一來是因為現代的各種音樂類型,不管是流行、爵士、搖滾音樂、電子音樂,很多都帶有一些即興的成分。 二來是因為網路內容的步調非常快速,如果你會即興的話,你可以很快速就產生新的音樂作品。 所以如果是想要趕在第一時間蹭熱度的話,會即興的人會有很大的競爭優勢。 以前的我曾經會覺得,有這麼多的大師作品可以談,我幹嘛要自己即興一個沒有那麼好的東西啊? 現在我想起來會覺得自己以前這個觀念還蠻奇怪的,因為其實這個觀念如果放到別的領域會變得很好笑。 譬如說,古人都已經說過這麼多有智慧的話,那我就照他們講過的話來講就好,幹嘛自己要發明心的話? 或者是以前的人都拍過那麼多好照片了,我就用他們的照片就好了嘛,我幹嘛要自己拍照? 或者是外面的餐廳都做得那麼好吃,那我就叫外送就好了嘛,我幹嘛還要自己會煮飯? 那當然啦,即興不見得會讓你產生比古典大師還要更好的作品,但是它的確有很多其他的好處。 例如說,它可以讓你更了解音樂的原理啊,即興可以讓你更方便也不用準備的就可以使用音樂,即興可以讓你更快速的作曲。 那會即興的話也可以想彈什麼就彈什麼,不需要依靠別人的協譜給你,即興也可以讓你表達自己的情緒,以及即興也是一件很紓壓的事情。 總之今天這部影片的結論就是,只要你是學音樂的人,不管你喜歡的音樂風格是什麼,你都應該要練習即興。 可是即興要怎麼練習呢?有沒有什麼循序漸進的方法呢? 那個就要讓我給你介紹一下好和弦最新推出的即興幼幼班。 即興幼幼班是我設計的連續31天的基礎鋼即興的訓練課程。 你只要每天看一部影片,並且跟著影片的指示去練習20-30分鐘,一個月之後你就可以成為一個會即興的人囉! 這個課程是專門設計給已經有一點點鋼琴基礎,但是完全不會即興,或是不敢即興,以及沒有樂譜就什麼都彈不出來的古典鋼琴人。 這個課程會分成四個部分,這一開始我要先幫你解除對即興的恐懼,完全從零開始帶你一步一步體驗即興的感覺。 然後我會帶你練習右手旋律部分的即興,我們要討論遇到各種和弦的情況要如何處理。 接下來我會教你即興彈左手的伴奏,讓你能夠完全不靠樂譜,就即興彈出任何曲子的很好聽的鋼琴獨奏版本。 課程最後我們會練習即興用雙手來彈伴奏,來應付自彈自唱或是幫別人伴奏的場合。 即興悠悠版裡面包含32部經典好和弦style 的課程影片,全部的總長總共有3小時又29分鐘。 幾乎每一部影片裡面都含有你可以實際動手做的練習,或者是我的示範演奏。 我也另外做了一本63頁的PDF 學習手冊,裡面有課程使用到的普利以及練習的說明。 這個課程定價只要49美金而已,而且所有買這個課程的人我都會免費順便送你完整的好和弦家庭要大寶裝來當作你的輔助教材。 那如果你是在這個影片上傳的第一個月就看到的人,我在影片的說明欄或置頂留言還會放一個更折扣的現實早鳥連結,超划算的啊對不對? 歡迎點進去連結看看喔!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為什麼你應該練習即興的影片,我是VV,觀念維,謝謝收看今天的Nice Quote Plus!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掰掰!